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 今天呢我不想跟大家讲政治 我跟大家讲一些牙科的知识 OK今天我翻报纸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新闻了 就是呢有个男子了他在这个栽叶市场呢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食物了他非常的硬了 结果咬断他的牙齿了 OK 所以我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牙科知识了就是呢 我们牙医呢我们平时呢 是时常看到这种牙齿咬太硬的东西然后断掉裂掉 这种CAS是非常的多的 但是我必须要坦白告诉你啦 当我们牙医看到这种CAS的时候啊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 非常的棘手 为什么 因为啊 这种啊 因为牙齿咬到硬的东西而裂掉断掉了 可以说是最难搞的CAS OK 怎样说难搞 OK 我先告诉你就是 平时我们补牙 补牙通常是因为有一个柱洞 然后这个柱洞啊 我们把柱的部分给磨掉 然后我们就这样补下去就好了 OK OK 那一个补的东西呢 大概率呢 是 会被 牙齿 的 这个 构的结构啊 给包围着的 啊 OK 这样如此一来的话 那个补的东西呢 就会稳固 不容易掉出来 啊 OK 这个是因为柱洞而补牙的情况啊 啊 OK 所以就不用太担心这个补牙会时常掉出来 这样 啊 但是如果你是牙齿呢 他 断掉 崩掉 裂掉的话呢 通 如果没有伤到神经线的话 通常我们第一个做法我们是先补回去 啊 但是你可想的是 他并不是一个洞在那边给我们补 他是缺掉一个脚 然后你必须用补的东西这样贴上去 他其实呢 他是不稳固的 因为啊 他左右前后没有东西夹住他 他只是这样贴上去吧 所以你可想而知 他其实是比较脆弱的 当你咬到硬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很容易掉 啊 所以我结论我就说一句 那些因为咬到硬的东西 而断掉崩掉的 你医生就算跟你补回去 都特别容易掉 因为 他就这样贴上去吧 他左右前后没有依靠 OK 所以 可是站在病人的角度 他不会跟你想这些因素 当他补的东西掉了过后 他就会来找这个医生靠一靠 说 我才跟你补这个东西没有急久 你就跟我跌掉了 哪里可以 所以 如果我是医生我去跟病人讲这些东西 多数是听不进去 OK 他只知道这个牙齿你补了然后掉了 所以我这里我就跟你们解释了 什么情况了 所以 当我们一看到这种牙齿我们是很头疼 OK 当然 也有其他方案 就是呢 如果你补的东西一直掉的话呢 就 必须要有一个中极方案就是 你干脆整个牙做牙套 就是整个牙磨小 然后套一个牙下去 这样就永远不会掉了 这样呢 他就 不会再崩掉啊 或者脱掉啊 因为整个套住是不会掉了 但是呢 做牙套的费用是很高的 很高的 很多人会不舍得出这个钱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 当病人 不舍得出这个钱 你医生 也提不出更好的方案的时候 这时候 你知道了 OK 这种牙齿 断掉 裂掉 是很头疼 然后还有更加头疼的情况 就是呢 我刚才讲的那些了 都是在没有伤到神经线的情况下 OK 如果 是有伤到神经线 就是你断啊 跟裂啊 的范围啊 已经到了神经线了 所以这个牙齿呢 你如果还想保留它 你就一定要做抽牙根 你做抽牙根 那个费用呢 可能比牙套更高 牙套你都不舍得做了 更不用说抽牙根了 所以 而且呢 你做抽牙根过后呢 你是一定要做牙套的 因为呢 你抽牙根了过后 那个牙齿很脆弱 你必须要做牙套 才可以 确保它不会裂掉 OK 所以 牙套钱你都不舍得给了 现在要你给 抽牙根的钱 再加牙套钱 所以 所以你讲头痛啊 是非常头痛的 还有一个更加头痛的情况 就是当你咬 这个牙齿裂掉 崩掉 然后它裂掉的部分呢 很深很深 已经 低过牙肉了 到了牙根了 整个裂掉 然后呢 最底下裂的地方 已经低过牙肉了 sorry 这个牙齿呢 九成九 要拔掉了 救不到 做不到牙套 也补不到 就是要拔了 这时候你又要跟病人解释 这个牙齿不能流了 如果那些死都不想拔牙的病人 也是劝不动了 所以 就非常的头痛 我已经把我们牙医的烦恼 全部 告诉你了 OK 所以 在这里呢我必须要给大家一些良性的建议就是呢 要如何杜绝这一些事情发生 我告诉你 很简单罢了两个字 斯文 我们吃东西 我们不管吃什么东西都好 我们不管肚子多么饿都好 请记得我这句话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保持斯文 我每天告诉我的病人 吃东西要保持斯文 怎样叫做斯文 我告诉你 OK 你吃东西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习惯 这样来咬的话呢 OK不要了 你尝试把它的弧度啊 改成一半 你本来是这样咬的 你把它变成这样咬 尤其是第一口 无论你吃什么东西 就算你是吃饭都好了 当你吃第一口的时候 你先放进嘴巴 然后这样来咬先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呢 打开你的雷达 去找一下 你这些食物里面 有没有存在一些凶器 比如说饭里面 时常有一些小石头啊 那种小小硬硬的东西啊 慢慢的打开你的雷达 去探测一下 有没有这些凶器啊 当你确定了 没有那种小小样硬硬的东西过后呢 你才慢慢的加大你的弧度 一开始第一口是这样啊 然后呢 然后之后的每一口是这样 啊 然后呢 你吃东西呢 你尽量用 呃 前面的牙齿咬 然后后面两个牙齿的 大牙呢 你就不要咬到太够力啦 OK 因为每次 牙齿崩都是后面大牙崩 啊 OK 就 你 其实我现在我吃东西的 我是已经习惯了 就是 用前面十只牙齿咬 后面两只牙齿是 辅助的作用 用前面十只 慢慢咬 啊 然后 斯文 这样咬 啊 OK so 请记得我刚才讲的顺序 当你吃第一口的时候 你要打开你的雷达 慢慢的 啊 去探测 有没有凶器 当你确定没有凶器了过后 你吃东西的弧度应该是这样 慢慢吃 斯文 啊 OK 然后 无论什么情况下 只好 都不要 这样来吃 啊 你想象一下啦 如果你的食物里面有凶器 而且你第一口就是这样的话 你的牙齿就是拜拜 你就要去见牙齿 然后你去见牙齿了过后 牙齿又会跟你烦恼 刚才我讲的所有东西 啊 OK so 希望大家看到我这个视频了 你们会学到一些东西 如何好好的保护你的牙齿 我们牙齿也不希望 啊 每天看到这些牙齿 咬硬的东西咬断掉咬裂掉 我们也是很不喜欢看到的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